你是在这里等我吗 你回来了 对不起 小美 让你久等了 你回去这么久 怎么连一个消息都没有呀 每天都是我一个人 很抱歉 小美 让你孤独等待了那么久 谢谢你对我的坚持和等待 对我们的付出 感谢你这一份的信任 我会好好珍惜这一份信任的 不会再让你经历这样的等待了 我对不起你 那 那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一定能的 小美 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有说有笑 想干嘛就干嘛 快快乐乐的 没事的 我这次回去呢 也就充满了一点事情 我妈妈因为 很多事情不让我过来 阿姨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不是不是 你不要这样想 她是跟我说 我一直在这边 也没有好好管理公司 所以说让我回去管理公司 然后我妈妈她们没事的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我们两个把我们两个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不要去考虑那么多 好吗 真的是这样吗 对 你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呢 这几天都是我一个人 在街上摆汤 网上回来跟家人们一起直播 没有了 我一直在等你 他们一直在问我 你去哪里了 很多人都说 你不会回来了 没有没有 小美 我怎么可能不会回来呢 不要哭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对不对 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一直在你身边 好不好 你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从今往后 我就在这边 跟你在一起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远离你了 以后我在这里发誓 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让你等待那么久了 我相信 以后每一天 我们两个一起出摊 一起买菜 一起回家 一起吃饭 你洗菜 我做饭 你洗碗 我清碗 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好吗 对嘛 你看这样笑起来多好看 你怎么在家里面 不在家里面吃饭 怎么到这外面来吃了呀 我在等你啊 我每天都坐在这里 我看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走吧 我都已经回来了 不要再让美口吃了 你饿了吗 我饿了 我想吃你做的菜了 我很久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了 都快有点怀念 都有点想念了 每天做梦的时候 都梦见 你给我做饭 你给我洗衣服 好了 不要说这么多了 走 给你吃饭去 来行 那我们回家 走 是拥有当一阵风 吹来风筝飞向天空 为了你而祈祷 而祝福而感动 就与你身影 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 笑着哭 最痛 小美 让你久等了 没有 小谷哥 你终于回来了 我其实 一直有件事情没有跟你讲过 我现在 想跟你讲可以吗 怎么了 你说 就是 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呀 我喜欢的女孩子 她淳朴善良 善解人意 能够慷慨 为人解围 我心里面 一直有这样一个女孩子 我希望她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一直做我的小公主 就可以了 那小美 我也问你个事情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呀 我喜欢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没事 多高养 我 一米七六 那你多少岁呀 我快二十六岁了 二十五岁 对 其实 我喜欢 小美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可以插一句嘴吗 你说 能再等我一段时间吗 因为 我觉得现在有点参促 而且 我这几天 离开你 也是有点原因 你等我把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 我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案 你等我好吗 小美 是不是 满意才能觉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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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 我因为自己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 你等我一段时间 我会给你满意的一个答案 好吗 那小美 我们对着这个大山 一起许个愿望吧 好啊 那你先来 我先来吗 对 我希望 我希望我喜欢的人 你如同璀璨星辰 照料无数人的道路 愿你在未来的战场中 用潘高峰再创辉煌 愿你 烦恼再少一点 加油 小虎哥 你的呢 那该我了是不是 嗯 我希望 我喜欢的人 永远 那么的善良 愿他 烦恼再少一点 永远都是一个娇贵的小公主 我忘后一生 风雪着你 平淡水